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斯科茨阳溶洞 这个是斯洛文尼亚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溶洞 这个10点钟有一个徒步团进去 我现在买了票16欧元 跟着这个向导去这个地下溶洞 我们现在是从山上往下走 走下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坡 待会回去的时候还得爬上去 所以还挺费体力的 这个早上这团来了这么多人 因为大部分都是学生 我还以为大早上没有什么人来呢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刚才这个向导说 我说里头能不能拍照 他说很不幸里头不能拍照 他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人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为了保证在里面的安全 以及让大家都能跟上队伍 所以不允许拍照 像我们这个团这么多人 他说一般来讲是不能拍 但是呢在我没看到的时候 你拍几张我也不会生气 他说 所以还挺好 所以待会儿还是可以 有机会还是可以拍一下的 这些团里面的团里面 但是我们走到这些团里面 这些团里面是2,5km 这些团里面的团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一分钟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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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团里面的团里面 是一分钟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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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第一个人 一分钟 一分钟 这首步尖尧尬 在第二步尤其是温量的水平 在冬天天天天天天的近乎 我们也设置了几百步 有些人会放下 在底部也看出 단地 我们也 crossing施 наших鲁鲁鲁鲁 which is 45m顶尾水平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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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沿着这块迂回向下 我们去看下面的洞穴 这个里面特别黑啊 你可以想想 第一个来这探险的人 他们手里只有蜡烛 最早来这探险的人 他们是坐着船 从第二阶段的那个洞里面滑进来 他们滑到这块就是他们的终点 这些地方到了春顶发洪水的时候 水瞬间上升6米 然后大概5天之后 水位又会恢复原状 在1954年的时候 发了一次大水 水位上涨了90米 然后5天之后恢复原位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洞呢 看上去是很大 但它其实仅仅是一个 金字塔形的一个洞穴的最顶端 所以我们现在往下走 然后你现在已经可以听到 隐隐的河流的声音了 待会往下走 你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洞有多大 而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 仅仅是洞顶而已 发洪水的时候呢 洪水会带来很多的东西 包括腐烂的木头啊什么的 把这个整个洞穴给堵住 但是呢慢慢随着水流的移动 这些东西呢都会被水流轻走 哇这块是1965年的时候 那次洪水的风头 最高峰就在这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一个峡谷啊 这是一个峡谷 你要仔细看的话 哇塞 哇塞 你看那边太神奇了 你看这个桥 从下面这个巨大的山谷里面流过去啊 哇塞 不得了啊 哇塞 我现在就走在这个山谷里头啊 这下面就是奔腾的河水啊 我的天哪 我们就走在这个崖壁上 我见过无数的峡谷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峡谷 是在溶洞里面形成的巨大的峡谷 这峡谷居住有120米深呢 而且下面这条河流呢 实际上也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河流 最后会流到意大利 流进这个亚德利亚海 怎么算走出来了 这块啊 这上面立的这个牌子啊 是第一个探索这个洞的人员 他实际上是一个工程师啊 他当时到这块来是为了寻找城市的水源 他虽然是找到水源 但他最为重要的发现 是勘察到了这个洞穴 这是欧洲最大的地下峡谷 然后被联合教科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而这个洞口外头的这个洞顶呢 这个其实以前啊 全都是属于溶洞系统的 但后来呢 上面呢实际上是积水城湖 然后洞顶坍塌 形成这么一个巨大的天坑啊 上面实际上有两个这样的圆形的天坑 中间呢 连着的那么一小条呢 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桥梁 这个呢 可以证明这个地方以前呢 也是溶洞的一部分 它是整个欧洲最大的地下溶洞 地下峡谷 这也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地下峡谷了啊 哇 你要想想啊 以前这块它也是属于洞穴里面的地下暗河 你就知道这个峡谷有多深了啊 现在它重见天日 你显得好像并不是那么齐眼 但是在洞穴里头 你看到这样一条峡谷 哇真的是太让我吃惊了 实在是 尤其是过的那个桥 这就是那个小火车啊 坐着这个小火车 现在我是今天油胆的第二个溶洞啊 这溶洞是可以坐小火车进来的 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之一 哇 哇塞 天呐 这居然大到要坐火车才能 这块的门票是25块8欧元 哇哦 哇这是一个大厅啊 居然还有灯 我们可能是先走到最后一站 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一站一站的停啊 天呐 哇塞 哇塞 好漂亮啊 这渡穴 果景是巨大的重石 坐着龙龙作响的小火车 这奇幻之旅感 这住的这漂亮啊 哇天呐 哇 哇 哇 从一个洞穿出来到另外一个洞 哇 太有意思了 我老是担心这会撞上头啊 但人家应该是设计好的 应该不会撞上 有好多次我感觉那个头就快碰上 碰上这个墙壁了 哇 哇 哇 其实火车经过的这些地方也很好看啊 这些地方它不能停下来 那只能给你看一看 它是随着这个火车一路往前走 它的这个人员一边把那灯打开啊 这火车不过来它这灯是关上的 哇 哇 漂亮 我感觉就像走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一样 这小火车不就是最好玩的 哇 快要到头了 这火车越走越慢了 跟说这以前的人是把这个溶洞作为家 躲在这里头啊 现在这小火车带着游客过来啊 看它这坐的这个小火车的模型挺好玩 这是我们今天到的第一个景点吧 我们现在要走上五分钟啊 走到第一个观景台 那边的视野比较好 我们一共在这块要徒步大概40分钟 这个洞开发的比上午去的那个洞要好一些 灯光打的更漂亮 这个所谓的水帘瀑布看得很清楚啊 哇 就像魔鬼的舌头一样 一条一条的 1883年的时候 这个洞被人们发现的 他们是拿着羊油灯还有蜡烛 进入到这个洞里面来进行探索 当时他们看到的这个上面吹下来的一根一根的舌头一样的东西 感觉就像进入了魔鬼的身体一样 全 вокруг我们相当来是烛血 也订阅 也是特别类型的 它们看到的烛楼 这个烛楼 这会被烛楼 可以直接破了 以那黑池的水 所以鸭会看到呢 会从到的屋 里面 然后在这百多年尚 里面露出一几百分钟 大概200年 새로 为了一千公斤的资格 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厅呢 是最大的一个厅 你看这里头 一根一根的石柱林立 这个钟乳 每两百年 它只能升上一英寸 你看这种石柱 感觉好像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 但其实不是 这些石柱实际上是因为上边 天花板上的那部分断掉了 所以剩下的一部分 其实它本来的样貌都应该是那样 都是从天花板上下来的 上面的雨水溶解了石灰石 然后渗到地底下来 然后在这块重新的凝结成 一根一根的石灰岩的柱子 这就是它的成因 你看这块 它保留了这个流水 从上面一点点下来的这个形态 这个从下面 连到上面的这一根柱子 这根还很完整的留着 没有断掉 哇 你瞧这个石柱 舔的 就像一根金箍棒一样 撑在岩石之间 好奇特啊 这个 哇 这个就像一个奶油一样 好漂亮 这个特别白 感觉特别的松软 哇 你看那上面 你看那个中午石薄的呀 都是可以透光的啊 光都是可以透过来的 我看那个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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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特别的 我看那天啊 是这个特别的 我看那个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点啊 然后马上在这块等着要坐小火车回去了 这个后车的这个大厅呢 这块实际上是一个打着各种星光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引火虫光的这么一个洞穴 其实我觉得这块的时间还比较宽松 其实不用跟着导游走那么快 你可以在后面一点点走多看一看 尤其是它那个灯光比较漂亮的几个地方 值得细细的看 它车上一共有三到四个工作人员 会在这个队伍的不同的位置 反正不会把你落下的 它最后有一个人会进行收尾工作 催着大家都走 但是呢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不用那么着急 从这块走下去下面就应该是坐火车的地方了 你看这就是出口出口外头就是这样的山 那边是它的入口 从外面看真是一点都不显眼的一个小山包 地下却是那样的溶洞 我的天啊 你就走到了山岩的底部 走到了地心里面去 这个太厉害了 在里面看,有的这一天 我也是这个太厉害了 不可能要是个人的